实在是久违了 周四美股交易日开盘就是一片大涨气势 美股三大指数到欧洲三大股市以及油价全都往上冲 一大利多来自于太平洋另一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所说的台湾企业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台积电拍板2022年开始建厂 将于2024年量产 日本招日新闻更报道 新工厂的总投资额规模会达一兆日币 而日本政府有意补助一半的费用 也就是约5000亿日元 台日合作充晶片生产 为科技股带来利多消息支撑美股涨势 美股的另一大支撑来自于金融类股 从JP Morgan到美银花旗的财报都优于预期 稍微缓解了供应卡关带来的忧虑 美股振奋也带动雅股稍微回神 日股的涨幅最为显著 不过美国的塞港潮还没有解决涨势是否持续 还有隐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